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辈 他就是中文大学妖型外科及创商学系荣优教授 现任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 临床研究中心总监梁炳中教授 教授今年80岁 大半身智力骨科发展和医学研究工作 近这20年更加投入中医中药研究 主张中西医药互补 以达致最好的医疗效果 为对抗新冠疫情 教授和团队最近正积极研发中医药配方 目标是增强整体自身免疫力 去抵御感染新冠病毒 梁教授 在过去这么多年 你最深于中医中药的研究 我也知道你近来也有些新的发展 特别是针对新冠肺炎的预防治疗 可不可以和我讲解一下 刚刚就有这个大疫情 就是习惯都说了 有危机就可能有机遇 我们就掌握到这些方面 人人上班就上班 上班就上班就上班 上班就上班就上班 所以对于这方面的认识很大 也都是基于我们在18年前沙士的时候做的事情 做的事情就是保护一些工作人员 保护医院的工作人员 让他们不用那么害怕 让他们抵御这个冠状病毒的能力高一点 当时做过二千多个十三间医院 二千多个愿意服用 结果是染病率是零的 2020年的这个农疫新年 刚刚新冠肺炎发展 刚刚开始了两三个月左右 那我就很希望以前18年前这个事情 可以继续做些事情 看到一些外国的步骤 比如说维他命D 维他命C 和新 对于抵御一些病毒是有特别好的作用 那我们从书上的知识 融会进入我们的经验 如果将我们以前有用的自身免疫系统 是有所提升的简单的药药 加上维他命C 那是否会有更好的效果 在理论上是合理的 是 因为一到冬天 冬的地方没有太阳 是 那已经证实了 北欧一带是有特别多能性感冒 因为不够维他命C 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研究 比较过一些室外和室内的运动员 其中最大分别是对阳光 阳光之下室内的运动员 自然产生维他命D会更多 因为这样会发现某部份的运动员 自身免疫系统的能力 抵抗疾病的能力更好 即是没有那么容易感冒等 当然如果… 就算有刺症之后也会更快 是 因为免疫系统不仅是抵抗微菌 免疫系统对于癌症的克服 对于根基的保养 伤后的复原等 全部都有关系 是的 首先,听你这么说 由2003年、34年代 我还记得刚才你说的 我记得是保肺汤 一直承传到现在 其实你的研究也是增加自身的免疫系统 我们不是像西藥那样 做一些抗体来打造病毒 使用不同的中药、复杂的中药去治疗新冠病毒 在中国所有医院里面写了无数的报告 但都是为了防治 其实防治的意思是中药的意思是治疗 即是已经进入医院了 即是已经大病了 很少提出预防 我说在十多年前的新的概念 训练自身免疫系统 正宗传统中药的效果 是这样做的 中药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一般性地提升 这个很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队容 教授,听你这么说 其实你们的研发 就是总体增加病人或市民的 身体免疫系统的健康 抵抗很多不同的疾病 而我们现在坊间用的打针疫苗 就很专门针对新冠病毒 那你的研究 现在做了多久 以及总体的发展是如何 我们这个似口服疫苗的补充剂 是针对呼吸道的感染 不是一般的疾病 是 我们的资助是由7月1日开始 6月中7月1日开始 一直有18个月 是 所以我们现在只做了一个多月 是 就是说18个月 我们一定要交功课 交报告 到时都知道这是如何发展 教授,过去这20年 中西医中药研究 其实有什么重点的发展 和成效 你觉得我们要靠服务西医的概念 和事实 使得起码部分的西医 可以找我们 或者找找找传统的方法 去解决他们一些问题 那你会问西医已经是万能 哪个问题 运动医学是万能 但是其他方面 大佬做久一点的西医都知道 不是完美的 有很多限制的 限制兼夹是困难 是 那我们就找寻这些困难的地方 所有年老的问题都是困难的 脑退化,肌肉退化,骨退化,心脏退化 是 很多东西可以强化 是 有些古灵精怪病 这个敏感病,古灵精怪 是不是 很多的 所以疑科也找我们 有些是荷尔蒙有关的病 比如说更年期 过后,为什么有古灵精怪的症状 虎产科也找我们一起做 是 你有这个责任在 你要想办法 那想办法就是 不要死根 现在的研究所 是 现在的研究所 差不多没有一个 是跟医院挂勾的 研究中药者 要是看它的品质 即植物学 要是看它的法学 生化的道理 是 就不博上去临床 我们22年和第一天开始 一定要博上去临床 明白 这样才可以供应 给西医同事接受 是这样才可以 这个是在小麥里 已经提煉了一个 很特别的化学分子 是 将来做研究是防难的 其实在这里就抽真空加烟 是的 目的是要造成一些粉 梁炳中教授在2000年成立的 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 和以往做中医中药研究的方法很不同 教授结合了西方医学的研究方法 例如做药物监证 品质管制 临床实验 和中药开发等等 去研究中医中药的特性和功效 利用传统中医药 去辅助治疗一些西医学比较棘手的疾病 梁教授 认识你这么多年 今天才第一次有机会 上来你的中西医药的研究实验室 去看看你的工作 即是大开眼界 因为我发觉 你应用了很多 我们平常西医 做基础研究的仪器和设备 去做中医药研究 这些是什么 这方面是我们很多同事 有关植物学、药物学 和一些生化学方面 要证明一些中药有什么效果 对细胞有什么效果 对动物有什么效果 例如这个是石盒 是很出名的中药 对我们来说 刚才说过是老人的问题 老人的眼睛有什么 肝眼 没有眼泪 石盒 传统中医来说 是胃不妥 用来吃的 是 那这个我们发现了 其实它对所有的石盒 这个蓝花 蓝花的款 它是对所有的外分泌的线 是 分泌有内分泌有外分泌 是 它对所有的外分泌线都会谷 没有眼泪 它会谷到眼泪 是 这个我们和眼科合作的 一个很大的研究 是 那这个是一个质控的过程 是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 就是等于我们其他 西方的研究一样 是逐步逐步不同的步骤 去到最后 才去尝试 去测试在动物那里 是品质控制的一部分 是 这些是分细类等参观的学生 之类 是容易理解的 这些也容易理解 就是止血药 起码我们的脂肪也会用 甜蜜色 红花 当归这些我们也会听 我们也听过 梁教授 你行医接近60年 是一个很成功 很出名的骨科医生 也是一个很受卖人尊重的 骨科教授 教学家 研究人员 为什么在20年前 毅然会投心很多时间 去做中医中药的研究 九七回归之后 要将香港的中医药 受重视的地位提升 因为有人认捐了一些 我成立了中医中研究所 你说可以考核 我也是一个政策 谁去做主理 周围都找不到人 找这个不白吃底的人 主要是这样 那时候是骑虎难下 还是做了这么多工作 骑虎 你有兴趣的 我也很喜欢这只虎 所以有这个机会就盡责 成立了中文大学科系 由83年一直到2001年 2006年 对了 然后你也承接了中医中药研究所 两个工作差不多 各自做了二十年 或二十多年 喜欢哪样更多? 没什么所谓 喜欢不喜欢 有责任就要去屋 是 那你说思想性多些 就应该喜欢 喜欢就不够 外科医生一般说手艺 说现在手艺都不够 就要加上一些工具 那我们那时候就说手艺 当你发现自己手艺都不错的时候 你都有一定的虚荣心 那种所谓的满足 是有的 尤其是你做某种手术 是比较早些 中医中药的一方面 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才相信这种东西 是有人用 有人欣赏 时间是长很多的 阿三长 我也知道你本身的文学修养也很好 你觉得你也看很多古书 或者是中国文学修养 我不是看很多 我是临核挖井 譬如《老衰退》 找一些古方 有很多方书 古方是对于 老衰退 差不多的征像 有什么方 看出来有多少味道 有多少味道 再找现代的著作 有多少种出现过 在现代的海蜜 是讲句 既盛 或者抽筋 那些 就是变成 找一些既有古存 也有现代考证的 一些种类 就挑了那些出来 入我们的研究平台 是 教授 我知道你爸爸 以前是一个中医师 这些也是他的珍藏 可不可以和他讲解一下 这些是什么 我爸爸不是在那里找吃的中医 他是自学的中医师 也跟家族 跟他的店铺 那些伙计 产生病 他所谓训练 一方面是讀书 一方面这些东西 他当时的笔记式的东西 那些差不多是薄薄齋 差不多一百年前 有些不是正式的训练学院 也有中医 明中医 他们出自己的书 通常是南中过一带 老实说 中医师研究所已经有22年 我从来没有看过 直到最近的十年 我下来主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这样的时候 揭露一下 我发现很多东西 可以解释到现在的使用 就是变成一种兴趣性质 就不是一种学问 但是性质种 现在有部分的中国的中医学院 都使用的 这一套更加是 这一套是 一本就是 就是爸爸去医学有关的 书属里面的原书 这一本来说 就是现代医科学生都读的 就是《今季月落》 《今季月落》 就是孙师廟唐代孙师廟寫 《大医征城》 就是变成基本的教科书 是 读过《伤害》 一至之前说的 七、八十年 一至之前 之前 还很新的 是的 《贴地》 我爸爸做的筆记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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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不写那么小的字 真的不容易 是的 《保養》裡經常都用單心 我們單心加葛根 你看看書中心藏的欄 就看了很多單心 其實已經是千多年的歷史可以追到 所以我們中醫中藥幾千年歷史 其實很多東西都應用到在現在 沒有這些是不行的 因為賴爾生存的都是這些書 可惜就是有了這些賴爾生存的書 沒有進一步研發 教授,不如說多一點關於 你小時候看你爸爸行醫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有趣的事可以分享一下 基本上就是… 你知道有一條街叫蘇行街 專門做出入口貿易的 賣布的 對,賣蘇行的布來香港 所以差不多集中在那裡 當然有很多家庭,很多職工 有病的時候都是看明中醫 存在一大堆的藥荒 我爸爸也收藏了做參考 哪家哪戶 哪個老人家哪個小朋友 有什麼病就召開 慢慢學到一些實際的經驗 是這樣的 當時這種家族式的… 不是說為了賺錢的中醫生 是相當普遍的 也有些根據 不是說要來的 那時的中醫 即你爸爸做的中醫 我相信是全科 不是說專門做某一項 什麼都要看 什麼都要看 除了鐵打 除了鐵打 中醫內科 是 教授,剛才你提到 你爸爸也是自學 去做中醫 那他有沒有特別… 我不是很明白 不太了解 可能… 為什麼不去跟著做中醫 對,為什麼不去跟著呢 很簡單 我爸爸是嚴重的肺病 是 那他經常吐血 那有記憶中 就是五、六、七歲開始 總之他一吐血 整家都哭傷著臉 那後來… 結果他就… 找一個香港當時的西醫 很少西醫的時候 是印度籍的 那他就開始用那種… 雞尾酒醫療 就是雞尾酒醫療 是 那他是雞尾酒醫療 用三隻西藥加起來 就是藥加起來 那他醫好了 所以他很清楚 他就跟我說 你要學西醫 很清楚 和爸爸在那段時間裡 他就做中醫 你一直在讀書 他有沒有什麼… 最後有些… 例如行醫的教誨給你 有沒有說 正如他自己 經常轉方的 不是死用一種 是 這是中醫的特色 就是… 都是看不同的病情 他用不同的 對… 就算… 就算他自己的處理 都經常變了 那這個就是… 所謂現代… 支撐的醫學 的學識比較少的時候 是 就要用這個態度 是 對… 一向接受西方醫學訓練的 梁炳宗教授 他二十年前 藝然走上中醫中藥研究的道路 可以說一點都不容易 但是教授憑著自己的毅力 和堅持 繼續在中西醫藥互補 這個治療方向 發掘更多的可能性 我深信我研究所 孤孤單單做了二十二年的工作 是… 可以的 是有成績的 應該 如果… 如果範圍是擴大一點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破解了傳統的框框 這個是使用了研發西藥的方法 但是沒有跟死 為什麼中醫界不支持呢 為什麼中醫界要死守古坊呢 那這個是… 一種遺憾 聽你這麼說 其實香港現在 無論可能未來硬件 制度上 都是… 方便著 希望中醫在香港繼續發揚光大 不過就… 似乎政府再要做多一些 在細節上 可以令到他們 應用到一些現代科技的進步 我要說一句得罪話的話 就是說 中醫界 中醫要真正現代化 去發展 單純由中醫界去做 是不可能的 就是因為傳統上太保守 中醫中藥界的現代化發展 沒有西醫參加 是不可能的 因為就沒有了一個協調效應 但是也很可惜 西醫覺得這方面重要的 是少之有少 不可以… 不可以… 要大家互相多點認識 是否可以 下一集醫學人 我會跟梁炳宗教授 從中文大學繳型愛科及創傷學系 一起回顧一下 他當年做創系主任的有趣往事 醫療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是教授令我明白到 做醫生要學好基本功的道理 對於醫術的傳承 年輕人的培育 教授又有甚麼寂寞呢 你會否會想聰明 今年80岁的梁炳宗教授 大半身智力骨科发展和医学研究工作 近这20年 教授更加投入中医中药研究 主张中西医药互补 去辅助治疗一些西医学 比较棘手的疾病 我就很有兴趣想知道 对于我们老本行骨科教授 是如何做到中西医药互补呢 梁教授 今天我们处身于一个好朋友 他是中医铁打医师 他的诊所在这里 我们平时做骨科医生 都见很多骨伤的东西 今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大开眼界 因为我见到以往都是一些石膏、崩带、教托的东西 今天见到很多这些树皮、木板的东西 你学观中西 不如讲解一下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小甲板 如果有骨折就用来夹着它 所以你和我都是用石膏或胶架 不会用这些比较古代的东西 但是作为这种啟蒙式 一向以来几百年前 一千年前都用这些 概念是一样的 固定那些断断的骨 欧洲也用这种东西 不是全部是传统中国的 所以我们想见到的东西 就是传统一些铁打医生 可以和我们现代不科医生多些交流 多些去不要死守这些古老的东西 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些古老的东西是没用的 教授 林医师现在准备的就是我们的铁打药 我们平时都见到不少病人敷着铁打药来看我们 谢谢 因为我自己做运动医学 也跟很多铁打骨伤的医生合作 其实你本身家里也有个中医的背景 加上我們做骨科醫生 你如何看見鐵打這件事 為何我們骨傷的病人 扭傷的病人 有八成、九成要找鐵打醫生 為何更多人會搓藥油、鐵膏藥 這方面,你只接受是不足的 一定要研究 我們現代醫學需要證明一些東西 我們需要證明哪些藥 是會消炎、止痛、增加血管的增生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抗氧化 我們找一些最簡單的去證明 去滲透證明消炎、止痛的各方面 這件事就可以現代科學證實了傳統的作用 中文大學繞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在1983年成立 梁教授是創系主任 今天,我很開心可以跟教授 重遊舊地一起上當年 我們是從普通外科開始的 四年普通外科之後 考考了一些市 政府要找一些當擇師兄、師弟送到外國 補充一些香港的空缺 當時香港空缺有三個很清楚的 不足的地方 一個是腦外科、一個是空肺科 第三個完全沒有的 就是消傷科和整形外科 我選擇了消傷科和整形科 回來之後 怎樣呢 其實當時也不足夠人 所以我一半時間在馬雅醫院開消傷科 一半時間在廣藝醫院幫忙骨科 那時候正式進入骨科 全部的開系教授都是外國、外援 我是唯一的香港 副勁雖短,逐之則憂 學勁雖長,斷之則悲 教授,我很記得這幅字畫 是由1994年 我加入中文大學 威爾斯親王醫院骨科大家庭 已經擺在我們部門 我也知道這幅字畫的增跡 其實是1983年我們創立 即是你去創立我們中文大學骨科的系 其實有位病人送給你 當中的含意也挺特別的 你們其實這裡是否有些說話 想告訴我們年輕後輩的醫生 我剛剛那時看過莊子外編 覺得也很適合 特別還很適合骨科 因為當時市面上 世界上有些覺得骨科萬能的醫生 就是你生出矮子 無所謂我可以拉高你 你生得太高我可以削斷你 表面上來說 他們說鴨、長腳尿 更適合骨科 但事實上你看到內涵 其實不只是骨科 我們醫生有時以為自己萬能 甚麼都可以 有些人沒有看足夠的書 也以為甚麼都不行 所以這個其實適合整個醫療界 其實當初我來到骨科大家庭時 當中最深刻的體會就是 特別是現在我們醫學科技發達 好像有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科技去做 但其實第一 是否需要做 是否應該這樣做 會不會多了 其實有時我們多了的時候 或是不應該做而去做 其實對病人的創傷性破壞性更大 所以這幅字畫 其實我想在我們部門 是深深地影響我們下一輩 下一代的醫生 醫療科技發展一天千里 究竟怎樣才可以為病人 設計一個最合適的醫療方案 是我們醫生時刻都要細心思考的問題 因為這些技術越來越多的時候 有時我們都會強調基本功 剛才所說的 只有一些技術輔助的功架 基本功就是不夠的話 也未必是最好 像以前我們做腫瘤 或者有骨頭 就少了全部靠眼力 削骨頭出來 總之是關鍵性的部分搞定 現在你每一個部分都要搞定 林教授 我們現在身處香港竹民大學 骨科培訓中心 在1999年在你帶領之下 我們成立的 其實過去的22年 我們在這個中心培訓了 超過13000多位的骨科醫生 在做培訓 隨著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手術的發展 其實到現在 我們都很多新穎的手術 是在這裡創造出來的 包括現在我們的機械人的手術 或者電腦導航的手術等等 教授你記不記得 早期 你成立骨科部門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 我叫做拿手的好戲 骨科是重點發展的 在我畢業的時候 就是所有的骨傷都是打石膏的 後來應該是70年代的早期 我們就受了歐洲 瑞士有關斷骨方面的 先進的學術和經驗 所吸引 所以我們就訓練 我們那些年輕醫生 那個基本功 怎樣去開刀 看到那條大腿骨 然後向上看到怎樣下螺絲等等 全部都是基本功 當然也有X光、趙蛇等等 這個就是我們部門 起初的時候 選中了一個 在香港的骨科現實底下 還未受關注的一個 非常普遍、非常重要的領域 所以現在我們每年在這裡 都很多剛才你所說的基本功 例如如何復毀骨 如何上螺絲鋼片 如何做好一個 我們叫做開放的手術 入腦是怎樣的 這些基本功全部都有 但是同步地 也有很多先進的技術 讓一些較為年之高的醫生 去學一些 譬如微創、機械人手術 電腦導航手術 甚至是3D打印等等 所以我看到有時候 我看症 有些很久 在80年代的案件 到後來複診 我也有機會碰到的 還有一些顯微外科的手術 譬如說我們有時有些 你知道那時候有很多斷肢 因為起初顯微外科 到今天都是中國大陸發展很快 我們其實文革的時候 看很多新聞 就是做斷肢在植、斷手指等等 那方面有很大的衝擊 即是做得到 這樣才是學習 這方面可以應用到骨腫瘤 應用到一些所謂的膚骨方面 是… 當時你看到70年代 在廣華園一帶深水埗是窮的 有一個老婆80歲 她回家開門 有一個搶錢的人 是 一刀斬下去 整隻手刁了下來 是 80歲到那裡擺一擺 她叫我回去 擺一擺一擺 整隻手 很漂亮 齊口那些 不要說擺一擺 擺一擺一擺 就已經寫了文章 這個到今天為止 都是年紀最老的 即80歲 斷子再續 斷子再續 教授 剛才我們也說到 在70年代的時候 除了一些工業藥 引致一些斷子的受傷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小兒骨科的問題 其實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個案 令到你較為難忘一些 或者你覺得處理得不錯 真的會幫到病人 先天性的 這個傾刑 是 先天性的傾刑 多數發生在手和腳 是 當她在手部的時候 可能十隻手指 只剩下幾隻 或者十隻手指 就黏了很多隻 這些過程中需要很多很積極的處理 讓她的功能會好一點 不是說恢復她所有的功能 但做完就肯定有辦法 令她的功能有所改進 你說有其他例子裏面 就是現在香港曾經做過中文大學音學系的 一個三子 出生時也有三隻手指 她們叫她三子國琴家 因為她真的很愛好音樂 要是在美國讀書 一方面練琴 練到三隻手指做了老師 同時可以公開表演 對, 練到三隻手指, 練到三隻手指 教授, 認識你這麼多年 都知道你有打開網球 今天不教授也不知道你這麼厲害 小時候喜歡玩什麼運動 是不是就是網球? 小時候打球子 打球子? 打網球就是大學一年級開始打 是… 數一下都五十多年了 是… 除了打球之外, 有沒有其他嗜好? 譬如有些人經常說 以為你骨科醫生 小時候當然很喜歡砌模型 你是不是? 我們小時候哪有模型的? 現在才有模型的 這麼貴 小時候喜歡打足球 踢球…你和我一樣 在學校有踢球 打球球, 籃球就不夠高 教授, 我知道你小時候 都喜歡很多文學 看很多書, 甚至有寫書 主要是為成長中的兒女 因為我還沒畢業就去英國 是… 英國讀書的時候 舊子沒有電話 是… 我只是用Fax都去英國 是… 所以又出了兩本書 叫做《巴巴傳真》 《巴巴傳真》就是那些 傳真的心苦之言 是… 轉了一本書 是… 1993年 梁教授組織了一個 義務醫療康復團隊 關懷行動 為中國內地偏遠的貧困地區 提供義務醫療、康復 和培訓等等服務 這麼多年來 團隊已經在內地 建立超過10個工作站 總共診治超過4萬個患者 進行1萬5千宗手術 教授, 我也有幸 我記得在2004至2007年 跟你去過四川幾次 那時候是… 在四川雲川大地震之前 你也派了我上去和你一起工作 甚至我自己去過幾個點 我很記得有一次 我和你回到四川 窮鄉地區做手術 有些在香港我也有做過 但當然不是很熟悉 當時是跟你一起 我自己也叫做影子手術 就是我們馬蹄腳兩隻腳 你做一隻腳 我做一隻腳 當時的感覺 我當然是跟著你做 但我又想想 如果是我病人 我當然希望我的腳 是梁教徒做 不是梁醫生做 其實我看到在國內 很多先天性的缺失 缺陷而需要治療 但當時也這麼說 單憑我們中文大學 或者歸環行動的團隊 也不可能做得完 所以培訓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我覺得 在這個現象 即是積累很多這些 古靈精怪的先天性問題 一就是在 譬如我們去新疆 你去街上 去客襲 去客襲 去新疆 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三代人都是馬蹄足 就是他們先天性的傳遺傳 客襲是這樣的情況 其他情況就是窮 窮就是沒有錢 去帶到城市去看 還有一個原因 當時到現在都是 國內的骨科 是不照顧兒童的 國內的兒童是去了外科 外科又是骨頭 我會說我不認識 在這邊拖拖拉拉 除了很有錢 要不然就沒有人理會 這是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的情況 現在是有所改善的 但當時為何這麼多 這些畸形就是這個原因 另外教授 我也看到一個多常見的情況 也感受很深 我學識了四個字 在你身上看到合骨悠情 甚麼來的呢 教授以前在我們中文大學 威爾斯 我們大教授權威 我們大巡訪的時候 都跟著你 聽你說 上去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尊重你 因為你幫到他們 做很多手術 但我看到 有時我們一起去看症 在上面 明明是看五十個病人 為何看完五十個 都越看越多 原來發覺有些病人 真的很想來看 但醜就被派了 有些就在那裡哀求 教授去幫忙 我看見那時 你也在柔情的一面 你幫助很多小朋友 或患疾病人 繼續診治 其實這樣的情況 也挺普遍的 合骨悠情是用來說的 既不合 悠情是對老婆悠情的 先說吧 但是 你看到 來應診的 眼淚汪汪 又說出她的身世等等 最可能你也記得 如果你當時在場 當我們走的時候 是 往往是有些人拖著 是的 快點 不要走 那就是你所說的 合不由情的需要的時間 你怎樣拒絕 你已經拖著行李走 他們突然跪在你前面 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跪在前面 下次我們會來 他們就起來了 我記得當時 我們每次做完一次行動 都有一個月後的除訪 是的 我都很記得 深刻印象就是 當時在四川有些山區 可能是由 譬如馬爾康坐兩天兩夜的車 下來去崇州看我們 接著看完做完手術 就幾天慢慢搖回車上去 到一個月後的除訪 明明安排了要拆線 洗傷口 我們看到很多打開的傷口 那些傷口的線都陷入濃 那些線都吃了入肉 原因就是原來拆線可能要五毫 根本他們都負擔不起 其實當時我也看到很多這樣的情況 那些是二十多年前的 就是曾經試過我們巡訪 要代一搭 是一塊錢的 因為你傳說的時候 他們說很痛就很痛 那他們不打針 那你就要扔一兩塊錢出來 給他們打針 我也另外一個很印象深刻 在關華運動就是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 去幫病人靠雙手 靠自己的腦和雙手 甚麼意思呢 就算我在初出道 90年代出道做骨科技的時候 我們處理很多骨折 譬如寬關節骨折 我們全部都有X缸看著 去打螺絲很準確地去做 但上去是雙手而已 X缸都沒有 我記得那時你教了我們 很多基本功 怎樣可以憑雙手 一把刀的技術 去做很多手術 包括譬如裸皮 怎樣用刀裸皮等等 其實我們都說了很多總結 跟同事說 去過一些說 來過一次 來過十次 來過二十次 來過三十次 最得益的是誰 是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會越整越變通 人與人關係 對,還有怎樣轉彎 你都不像學到東西 對… 除了最深中西醫學研究之外 梁教授也很重視教育的工作 在1992年至2002年 他出任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 對於醫術的傳承 年輕人的培育 教授又有甚麼寄望呢 年輕人問我 這麽大時代是怎樣辦 我只知道一句 肯定有用 讀多些歷史 是我自己四一年出生 逃難,經過日治 我回到香港 小學、中學 都是一些麻痹的學校 學社都沒有 就一直上上上 整段歷史 接近一百年的歷史 是親身經歷的 有這段歷史的時候 是生活得比較好很多 就是很多難題 你都明白是甚麼原因 ?」 人數不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